前中共官员向新西兰政党现金盯上国会席位,一名曾经在中共军队中服役的华裔商人,向新西兰一个政党捐款10万新元并要求该政党为自己的商业伙伴谋求两个国会席位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央一国家党成员,雅米·李罗斯·杰米·李罗斯,将他跟该党领导人西蒙·布里奇斯·Simon Bridges的电话录音公布。 从而曝光,而这个丑闻丑闻引发全国讨论主题,是新西兰是否应该收紧其竞选财务规则或引入美国和澳洲等国那样的游说者登记制度。 澳洲六月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要求外国说客在一个公开名单上进行注册,提供现金的华裔商人和中共关系密切现金丑闻中。 涉及的华裔商人叫张义坤,曾在中共军队里服役在2000年移居新西兰之前他还曾担任中共省级政协委员。 新西兰价值联盟New Zealand Values Alliance成员成为建告诉纽约时报,张义坤一生都跟共产党有着密切联系。 张义坤,是新西兰朝署总会董事局主席,这个组织成立于2014年。 目前已成为中共与新西兰之间一个重要的中间机构,张义坤计划明年在奥克兰招待1000名中国人参加一场商务会议。 在曝出的电话录音中罗斯告诉布里奇斯张义坤捐献的这笔,前有附带条件要求,将两名华裔商人的名字加入国会候选人名单。 张义坤还附加了一个掩盖捐赠者身份的计划,新西兰广播电台爆料说,张义坤拥有多家公司参与土地开发、建筑和房地产生意。 他在新西兰华人社区和政府圈子里,比较有名前国会议员罗伊Eric Roy,曾经提名张义坤竞逐荣誉勋章。 张罗伊是潮罗总会的顾问而潮罗总会是张义坤建立的。 张义坤的捐款对象不限于一个政党,他跟奥克兰市市长高夫Philboff,来往也很密切高夫说,他曾经跟张义坤会晤,很多次包括去张家参加活动。 张义坤在2016年,奥克兰市市长竞选中支持高夫。 张义坤目前担任大南岛市市长盖里堂,Gary Tong的官方顾问,正在陪同盖里堂访问。 中国盖里堂告诉新西兰广播电台,他在两年前在英福卡吉尔,Invercargill的一个会议上认识了张义坤。 据他说,张义坤在新西兰和中国两地居住坎特伯雷大学教授兼中国问题专家布雷迪Anne Marie Brady对张义坤与中共政府的关系提出质疑布雷迪说,张义坤对国家党秘密捐款仪式的最大隐忧,是张义坤是一名中共党员。 布雷迪告诉新西兰广播电台政府应当考虑改革选举资金、利益冲突及新西兰政党成员,是否同时也可以是外国政党成员等相关规定。 以为中共间谍的杨健进入新西兰国会,去年新西兰Newsroom新闻网披露,新西兰怀疑议员杨健在申请新西兰公民身份,时向当局隐瞒了自己的中共间谍教育背景。 杨健是国家党成员,杨健曾在中共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过15年,他不仅曾在中共解放军空军工程大学里,作为学生学习英语,而且在获得中共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之后,在该学院任教5年,洛阳外国语学院是中共最著名的军事情报学院之一。 杨健在任教期间为学习拦截和破译英语讯息的学生讲授英语,而培养这些学生的目标,是从事中共军事情报活动。 杨健去年对媒体承认,他是中共党员但是坚称离开中国后,不再是积极分子但成为健告诉记者。 杨健不仅仅和中共有联系,而且是中共派到新西兰的间谍自2011年进入国会至今,杨健一直在新西兰国会任职。 2013年到2016年在前国家党政府访问中国期间,杨健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曾陪同前总理开一、张克与习近平会面,并在双边会谈期间担任翻译随着杨健的政治影响力的增长。 新西兰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也在增长。 2008年,新西兰成为第一个与中共签署自贸协定的发达国家。 两国之间的贸易在过去十年里翻了两番,美国和澳洲分析人士认为杨健间谍们事件证明,中共正在把新西兰当作五眼联盟的薄弱环节五眼联盟成员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New Zoom评论文章说,如果新西兰想要保持自己的国际声誉,它必须勇敢地采取真正的措施。 将中共的软实力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